呛呛三元行 我这个代表中国政府 热烈祝贺奥巴马当选 你怎么上心呢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是今天早上九点钟 我不是 我这个一路在看 我都是帮他们设计好的结局了 我希望的结局是怎么样 269对269 你知道269对269以后 是什么结果吧 僵局 他们的法律规定 269对269以后 总统由众议院决定 谁是总统 副总统由参议院决定 谁是副总统 根据目前的情况 众议院是共和党领先 所以是罗姆尼做总统 参议院是民主党领先 所以是拜登做副总统 所以我本来想看一个 罗姆尼拜登组合 我正好相反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 我今天早上九点十点多 我的美国的同事 就从纽约给我打电话来 长途说的 Congratulations Your man won 就是说祝贺 你的人赢了 一定支持 因为我支持奥巴马 而且我还正好见过奥巴马 在白宫 他们就认为你肯定是挺奥巴马的 祝贺你 他赢了 我的确也特别高兴 握过手 而且当然了 他们也觉得你这种女性 见奥巴马肯定有 除了这个政策之外 还有这种感性的 有吗 有有有 你隔着白宫的桌子 看他真是迷人的眼睛 灿烂的笑容 我就由此对这个 罗姆尼除了他的政策 都对他长相 其实罗姆尼也是一个帅哥 但是我就觉得 他长了一种白种人的 果子脸 脑袋太大 什么等等 就是这幽默感不够 你老是有这种偏见 实际上今天我一看 他败选的那个痛心 内 武内剧粉肯定是 因为那个连那个 他出来之前迟迟不肯接受 那之前 这个奥巴马 就是民主党的前 克林顿的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辩士 就是在内阁都说 哎呀 我太知道了 他们现在就是 they're dying inside 就说罗姆尼和他的 全体班子里边都在死亡 他真的太痛心了 他们完全以为他们这次会赢 因为经济这么坏 像这种连任的是很少见的 大概只有什么罗斯福或什么 而且呢 他们这么接近 让他们准备就说最后 他们迟迟不出来 出来他这个败选演讲 虽然很雅 很很那个姿态很好 但是很短 他们都觉得他们是匆忙写旧的 因为没有想到 是吗 真有 往后等了 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看CNN 在等 还不出来 还不出来 一直到 因为他应该 我觉得双方早就准备好了 午夜就应该出来 他迟了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双方都早就准备好了 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准备的很短 你没跟那个上次那个 McKey那个败选的 很长 非常的 但是你要考虑 小杂刚才讲的方法 基本上内分泌在起作用 Why not 我说不是 徐老师 你的荷尔蒙也不会正常了 他昨天看这个CNN 看到夜里几点 对 我是 不知睡去 首先第一个 我是在北京看 我深感幸福 能在北京看直播的CNA 然后每个小时 他在之前 比方北京早上 五点钟 六点钟 七点钟 八点钟 他每个小时公布 各个地方的预测 我每个小时看 等到快真正要到 我还要快接的时候 我不行 我不行了 之前我就一直在看 我就是 我想我干什么 放心 前半段你看了 但是结局我看了 今天中午 他有微博上 就是说 模拟我的口吻 就是说 就是今天这个情况 说三人情要聊大选 文涛肯定是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真没错 我才不看 但是他当选了 我就看一眼 看一眼 成王败寇 今天微博上有人说 这也有点阴子慌 就是说 他跟他老婆说 奥巴马当选了 他老婆说坏了 说怎么了 2012那部电影里 美国的总统 就是个黑人总统 硬了 你知道吗 真是 而且美国 你瞧 绝对不是 宣扬这种 末日情节 大好的日子 两国 什么大好的日子 中美 中美根本不好 中美根本不好 由此你为什么要挺罗姆尼 罗姆尼这种强硬 在大选当中 中国被提了50多次 完全是 当然他任何人上台以后 他会有所改变 因为你要跟大国搞关系 都会从国家利益出发 搞地缘政治 但是奥巴马完全是被动的 跟着他 我觉得要骂中国 他的这种强硬的 就是小布什那一套 以后他的外交关系 一个是我觉得 他不同意他内政 就是给富人 还是要继续减税 基本上民主党发言人 我是挺民主党的 然后在国际上 国际上 你这么小牛仔 这种强硬的干什么吗 就这种 他是有点要 要英国化中国吗 共和党 勾结也不是 一定是勾结 他在南海这些地方 什么韩国勾结 一定没有民主党 那么强硬 中国中美关系 要有大突破 比方说要管教日本 一定跟共和党 才有可能 民主党比较坚持原则 坚持他们西方的民主原则 你明白 共和党会为了利益 给你compromise 也 不一定 因为奥巴马是一个中左 我给你们讲点材料 这个 咱们从这个 我跟你争什么 真是莫名其妙 就是谁想到 你怎么挺让你 他急 他们是好 我是为了开戏 我就是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 你从电影上看 你就能看出来 也未必像你说的那样 我觉得他们做一调查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看看电影 爱不爱看电影 跟什么有关系 看电影的是民主党 爱看电影 民主党平均看电影 5.7场 这半年里 共和党还不到4场 而且共和党人 一般是在家里买碟看 民主党 就民主党人 喜欢去电影院看 那是因为民主党是年轻人 不是 你往下看 说共和党明显更喜欢看 就在奥斯卡获奖影片里 共和党明显更喜欢看 音乐之声 美好人生 而民主党爱看的是 沉默的羔羊 雌雄大盗 说到近年的影片 共和党会 这对美国调查的是真的 共和党一般会选择什么 灵魂冲浪 一带骄马 我都没听说过 民主党会去看什么 社交网络 坏老师 绯闻计划 什么的 我都看过 你看 这绝对的 你看 绝对是 没错 而且就是说 现在民主党经常反对好莱坞 不是 共和党经常反对好莱坞 说共和党找不到 他们想看的电影 然后共和党人反对 电影当中的性 暴力和粗口的情节 但是民主党认为 好莱坞电影还是正面的 这份人心的 对 你从这儿 能看出两党 民主党 它是中产阶级 受过教育的阶层的 女性 少数民族 就是弱势权底 穷人 也不一定穷人是分的 分两个派的 共和党 其实它操纵了一大批选民 其实它选的是 其实它是个大商业党 而且是中老年的白人 就是比较财富 而且 但是它在小城镇 它其实很多选票 你看它这次摇摆州 我前一年时候去了 这个俄亥俄 我最后没看到 这个工人都还都选共和党的 但是有意义 最后的那个总的人口的选票是哪个高 奥巴马 也是奥巴马 相差不是很多 就49%到50% 奥巴马是popular 这个是50% 本来他们担心说是共和党赢这个选民的票 选民票 而他那个赢选举人票 这样就给执政的合法性 但是我听见的人啊 就确实 徐老师他们这种很有代表性 一般我认识的这个在美国待着的这个 这个上岁数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华人朋友 都跟我说 他们基本上就是简单化 觉得这个选择奥巴马 这就是瞎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愚蠢的民众 就看长相 什么方面瞎 然后呢 就是瞎了 就是说真正选择罗姆尼才是对的 就那意思 罗姆尼是有真本事的 奥巴马就是个马英九 这个华人真是 也真是 难怪这华人一个上不去 在美国 华人大部分还是支持奥巴马的 不是 有一些传统的 他们不是 就是挺功和党的 他们有一个说一会儿嘛 就是说这个奥巴马就是当卷了 今天啊 然后这个 这个基层民众啊 这个暴头痛苦 热烈拥抱 说终于可以活下去了 然后中产阶级呢 相拥而弃 说又要加税了 然后呢 中产阶级不是都这样 他其实那加税 就是说就是加的百分之 top 5% 怎么说呀 百分之5的最富的人 实际上你要年薪过百万 收入百万以上 你才会受到影响 大部分的中产阶级 年轻20万以上 对 所以他们就说富人们 现在准备换国籍了 自私的富人们 其实民主党有很多 对啊 有很多大富翁啊 包括都都是认为太不合理了 就是像那个巴菲那种说 巴菲特 凭什么我要这个富 比我的秘书还要少的税 对不对 那些大的 很多好莱坞明星 包括我知道这种 你会特别喜欢的 美国脱口秀的这种主持人 Bill Maer 你会爱死他的 他们都是 就是亿万级的富翁 非常有钱的 他们就觉得太不公平了 这样子 你应该尽你的责任 你凭什么要这么多的财富 你还不能 这个我们 就是今天奥巴马 这个获胜的演讲里边说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美国梦 不是光是一个强大 不是势强凌弱 而是要有一个共同体 不是光是要 你这就是大鱼吃小鱼 这不是真正的美国梦吗 对吧 那么有良心的富人 我也我也 其实会 我也真希望 奥巴马代表一种价值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确是一个 我爸爸还带着一个价值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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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党 这是一共和党的卧底 先去广告 先去广告 羌羌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听说美国有个老笑话 这个老笑话 每年今天都被套上新的名字 要讲一次 所以我们也一事性的要讲一下 就是说 昨天晚上 罗姆尼就跟夫人讲 说明天晚上 你就跟美国总统睡一块 然后呢 到了这个今天 今天结果出来了 是吧 罗姆尼夫人很激动 跟他说 老公你看 是奥巴马到咱家来呢 还是我上他家去呢 每回 每四年 不是 每四年美国都讲这么一个笑话 套上那个 上次讲的是小不实 那套 说到老婆 我真的跟你们想探讨这么一个问题 你们这人民度党 共和党 跟咱有什么关系 我跟你说 老婆跟咱们 有关系 老婆跟咱们有关系 我说的是 今天我就看了个底 就是奥巴马的演讲 我突然间觉得 虽然说现在咱们中国人 对于他们西方人 动不动 就是感谢老婆这一套 已经很了解 甚至很欣赏 但是我作为一个河北小农的后裔 我突然就说尽管我理解我欣赏 但我打死我做不出这种事 就是说他胜选当总统 就是在这个时刻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我的太太 我什么爱你 我会要不说这真是文化的不同 我会觉得即便我真的很爱我的太太 就是说我无比的感激她 我觉得哎呀要脸不要脸的这场合 对吗 我太太也不需要 这种演讲词 她到最后一次的那个演讲 就是马上明天投票 最后一次演讲 她掉眼泪了 掉了一滴泪 然后然后呢 那个镜头就被反复播了 她用手插了三次 她讲的还是讲的很激动 但这边呢就就 那么结果他们就把她 跟四年前的镜头做对比 把她跟其他的掉眼泪的情况做对比 的问题是 流眼泪是一个眼睛流的吗 他们就在讲 要是一个眼睛流 那就是低眼药水的 我看的是 他说他就说到底是寒风呢 对 还是他的动感情呢 但是我就说 的确政治家有 都有演讲做秀的这一面 我就我就正好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说 你说感谢老婆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说 在他这个 这是什么价值观 就是说 非常重要吗 或者说 当然 比如说 当然 就是说你多么爱你的老婆 在我这选民心中 跟你这总统 不是 能不能治好国 你就是说跟普通的人 他因为就像中国 你要抢 就是我们这个儒家这一套也讲了 你做人 修身其家 对啊 你要从这讲起吗 一直讲到国家 你看到最后 你开始感谢老婆 到最后他那个结局 最后一句话 演讲说永远是 上帝的光芒 继续照耀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这个其实我不喜欢 说实话 我不喜欢这种 德里达还专门说 美国这种上帝保佑 对对对 美国这个是很不对的 宗教立国这叫 对对对 而且就是这种自吹自擂 我们就这种大男人 我们上次不说这个是大洋 我们是大阴 一个大男人 你整天拍胸 不是说我们是最伟大的 我们觉得又行了 我们爱死你了 但是您能不能谦虚一点 不要老自己说 我是老子天下第一 你没有 这就有点 没错 我跟你说 他不可爱 就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一个演讲 这种群众运动 你必须要有一种 大众口味 就前一天说 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 我正好九月 也去这个俄亥俄 他后来这个 我去演讲 我去问了一个小大学 然后后来这个地方 这个奥巴马又去了 最后他不是摇摆州吗 我有一个俄亥俄的朋友 就在那当场 他说他去了 我说他讲的怎么样 对 他赢了 对 结果这个朋友就说的 哎呀 我根本没听见他讲的什么 就完全是让你热血沸腾 讲什么都完全不重要 就是一场秀 让大家很热情 到时候会出去投票 虚儿刚才想说什么 你刚才说 为什么不理解 他们在越是重要的时候 越是要想他怎么爱老婆 对 因为他们那个圣经下来吧 人的定义就是 一男一女 就是最基本 就是一根肋骨 就男女的 一男一女的关系 对 我就想了解 是你人的这个本源 就像我们呢 在最重要的时候 你得感谢父母 中国的文化 甚至在延伸出来 还得感谢国家 感谢党 就是 就在你最重要的时候 你得说明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他在那个时候 好莱坞 每个演员上去都要讲 一定是把 平时偷情都没关系 在那个时候 一定要把老婆 我小孩讲一大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里头 他有一种群众基础 他是女一 比方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知道这个林肯的党 是什么 共和党 林肯 可是被他那老婆折磨的 这一辈子 郁郁寡欢 对吧 有一个非常 据说是非常糟糕的老婆 对 没错 那么假如说林肯在台上 一个是 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宣布 再一个就是说 他要说 我不爱我的老婆 是不是我当不了总统 告诉你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这是一个大众文化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 在没有电视的时候的演讲 完全不是这范儿的 不管怎么样 你也得这样讲 你要贯彻 这个圣经的精神 就算我的老婆 打我的左边的脸 我得把右边的脸伸过去 还可以体现我是林肯 你怎么能记恨你老婆呢 这完全其实不是奥巴马的趣味 奥巴马我认为是 少有的知识分子 美国总统 他其实是相当精英的 他恰好说的也是真话 他没有那么恶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真的很爱他老婆 对 这一家刚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说 哎呀 一个Black Kennedy 你知道就是说 他们一家 就像一个黑色的 肯尼迪家族一样 又时尚 又一家太漂亮了 就一天你会失望 而且就证明了 这个人呢 还是得减肥 在今天的时代 最后是受人当总统 对吗 谁体型好 谁当总统 罗姆尼还胖点吗 没有没有 罗姆尼家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但是真的不一样 罗姆尼的那个老婆呢 不耐看 看得有点胖 奥巴马老婆耐看 当然 奥巴马老婆好 你知道吗 长的是什么呢 长的是 我见过这种女人 往往是女强人 就是浑身的能量了 往外长 你知道吗 就鼓的一个疙瘩 一个疙瘩的 你看这家伙 肩挺厚肚的 脸上也是 他就没到 实际上你说成施瓦心格了 那是真的是一个往外 我见过那种女强人 大家一见面 就是一种喷波欲出 狮子比火喷狗 你知道吗 他会你就觉得 对 就长出来 他这人是压抑惯狂了 他就压抑惯狂了 隔岸关火 这个真是隔岸关火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但是有关系 我这一路看 我觉得他还是蛮好 那个CNN传媒 最希望他们接近了 我一路看他这个地图放 我觉得他整个这个报道 我觉得结果不重要 过程很重要 我觉得他第一普及 地理知识 再什么人呢 看了一天的选举以后 美国什么州 什么州什么情况都知道 第二 各个州 多少老百姓生产什么 他们的平均收入是什么 他们那边的医院是怎么样 教育是怎么样 尤其是摇摆州 介绍的清清楚楚 我觉得这个想象共同体 培养爱国心 你知道 假如你是加州的人 加州你怎么投票 跟你都没关系了 可是你会关心 这个Virginia 你会关心这个 而且就关心他 他具体哪一个CNN 然后他就告诉 这个地方 他们的平均收入多少 这个地方该人多少 你知道这是多好的 爱国主义教育 他就是一种民主的狂欢节 又有大众的这种性 而且他的国父 我觉得他美国人的设计的政治 真有一种务实的贤民 就是说他又照顾到了 大众选民 这个popular vote 又有这种选举人制度 他其实是一种精英的 对他的一种制衡 其实是为了他好看 你觉得吗 我觉得选举人制度 是有点像一个比赛一样好看 要是全部全国的人一起投票的话 就没这么好看了 那倒不一定 我觉得他是小心这种大众被操纵 对 既然讲到国父 咱们倒是可以聊聊他的根 就是广告之后 咱们可以谈谈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你讲这国父啊 华盛顿呢 反而你看这个源头 是个不左不右 华盛顿没有党派 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甚至华盛顿当那个议会 他好像当过议长什么之类的 一个国父就能够做到 一言不发 在议会 就华盛顿这个人 莫言 莫言 没错 早应该得诺贝尔莫言奖了 而且呢 你知道我就发现很多 他这个规律 他这根上啊 对立的 矛盾对立的事物啊 会相互转化 这个今天的民主党啊 最早叫共和党 是吧 最早的名字 他是后来这么这么 演变而成的这么一个党 而且你觉得吗 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啊 不是法律 而是传统 美国的宪法里 从来没有讲 他是什么两党制 什么民主党共和 没有讲啊 他也曾经有过三个派 对到今天选举 也可以 七个党 今天你投选票 有什么社会党 查党 对 查党不是党 查党 什么什么自由党 我这个在占领华尔街 说我还游行跟这个社会主义党 我说怎么这么跟社会主义党有缘分 从我们家楼底下游过去 我往查尔街 我就进去加三 一进去我发现左右正好打着一个横幅叫Socialist Party 这几个人在那儿像老嬉皮的那样在那儿正在那儿敲锣打鼓喊口号呢 他也是一个党 而且他在选票上你可以填这个党 你可以填这个社会主义党的东西 而且英语里这个党的名字啊我还真是挺喜欢 他叫Party是吧 他里面最后你看吵到最后他是什么 他是国家大于党派 还有什么还有就是那个规则大于结果 我刚才讲269269吧 就到最后怎么照还得照规则 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戈尔跟小布什在佛罗里达打官司那次 最后最高法院决定 我就盼望着他269对269 哎呀我就为止 又来了 中国这个民国肇始的时候 有一个西方观察家就写写中国的国民性啊 他就说啊他们这帮人呢真不好呢 就是说呢要选举吧 没选上的人就不说话了 然后躲到背后呢去搞死这个党 就被背后搞少懂懂 你不管他怎么虚伪 他输了还得出来说 以后我们是一体 所以这个阴性文化里边要多见阳光 我觉得互补就会好 我们这个阴性的东西太独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段文明喜事录 我们大阴之地你倒挺阳的 对所以我这个有点 我意识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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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识到你